童蕾心不在焉地盯着电脑 那一个个数字和符号 刺得她脑瓜疼 她在纠结着要不要去参加表妹的婚礼 就在刚才 童妈打电话过来 让她下周回老家 参加表妹圆娜的婚礼 她早听说 圆娜找了个离异的富二代 彩礼豪车子不必说 光是那上下三层的大别墅 就足以让所有人折舍 用小脑想想就知道 她舅妈也就是圆娜妈 会在婚礼上怎样赤拉拉的显摆 然后再暗戳戳地嘲笑她一通 何必自取其辱 爱没办法 谁让她过得不好呢 她无法直面的 除了自己惨淡的人生 还有亲朋好友看似 惋惜实则嘲笑的眼神 从前同类多骄傲啊 她总以为只要自己 足够优秀找的男人也会优秀 却从没想到有一天 再找男人上会败给圆娜 可她刚毅表示出不想去的意思 同妈那语重心长的话语 便随着电波直击她心房 我救你舅舅一个弟弟 小姨被救你跟圆娜两个 你不去 我怎么跟人解释 再说了 以后我们不在了 你跟圆娜就是最近的亲人 同类不想让童妈失了脸面 终究还是去了 如她所想 婚礼盛大而奢华 来客足足有一百多桌 听说光礼金就有上百万 一桌酒席就好几千 舅妈油腻的脸上泛着红光 笑得满脸的褶子 能加似苍蝇 肥胖的屁股恨不得扭到天上 她对着童妈一顿炫耀 姐呀 我就说嘛 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以后咱们都要跟你 大侄女享福了 她手指缝里随便露一点 都够咱吃喝好几年 也许是看见童来的 脸色不太好看 她赶紧改变了画风 但明显的采压和打击 让童蕾更加恼火 小蕾也不错 虽然嫁得男人没啥大本事 但好歹稳定 况且咱小蕾年纪轻轻的 就拿那么高的工资 比我们家小那强多了 这死丫头没本事 赚钱就只会乱花钱 听听 都是些什么屁话 有钱了不起啊 靠男人养活很光荣吗 瞧原那老公那富 脾笑弱不笑的顽固子弟样 白给我都不要 童蕾赌气想离开 被童妈一把抓了回来 他压低声音在童蕾耳边说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是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被他人左右 脚踏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别管他人说三到四 童蕾叹口气 以前他一直把童妈的教导 当成人生信条 比是旧妈鼓励员那找个 有钱男人当饭票的人生目标 而现在 当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时 他三十多年的人生信仰 被生生撕裂了一个大口子 疼得他想要怀疑人生 童蕾算是出生于书香门第 他爸妈都是中学教师 后来童爸辞职经商 他家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不少 但不久之后 他爸妈就离婚了 他跟童妈生活 家庭的变故对他 几乎没什么影响 别人家的婚变 撕得头破血流 而他爸妈的婚离的平静又和谐 只说是性格不和 离婚后 童爸隔三差五地会来看看童蕾 后来他再婚有了孩子后 来看童蕾的次数就少多了 即便这样童妈也从来没有说过 童爸的一句不是 但童蕾稍大点后 也问过童妈离婚的原因 童妈始终只给他一个答案 性格不和 童蕾遗传了他父母的智商 从小成绩优异 童妈对他的教育也从没放松 从小教育他女孩子 要自尊自强自立 不依赖不攀附 才能活出更好的自己 自己的努力加上童妈的教育加持 童蕾一路攀升 成了童龄人中的佼佼者 考上了一线城市的九八五高校 在这期间童妈为了支持他 辞了稳定的工作 开了一家培训机构 虽然辛苦 收入比上班强了不少 童蕾大学毕业后 靠实力在一家外企 谋到了不错的职位 与此同时 爱情也刮暑地落 跟初恋的大学同学孙浩结了婚 结了婚后童蕾才发现 孙浩属于典型的安于现状型 只要吃饱穿暖就行 对生活无欲无求 尽管同类工作兢兢业业 起早贪黑泪得像条狗 工资年年上涨 但以他一己之力 还是很难撑起一个家 再加上生孩子耽误了一年多 事业生涯多少受些影响 他在这样的一线城市 依然买不起一套房 为了不输于人 为了争口气 童蕾在孩子刚断奶后 就把他丢给保姆 去读了研究生 毕业后 在公司又升了指甲了心 终于在前两年 买了人生第一套房 却要还贷二十年 而靠在男人堆里 挑挑紧紧的袁娜 却能靠躺营一步登天 一直婚约就能碾压他 一辈子的辛劳 多少让他有些一难平 说实话从小 童蕾就鄙视袁娜这个表妹 袁娜比他小两岁 长得漂亮却肤浅 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 成绩糟得一塌糊涂 然而偏偏能得到 舅妈的认同 说女孩子没有必要那么辛苦 认识几个字就行了 嫁得好远比干得好重要 舅妈还拿同伟妈 给袁娜举例 比如你姑姑 也就是个教师 找了你姑父这个潜力骨 过上了有车有房的好日子 使他自己太过较真 非要离婚 不过话又说回来 嫁个有本事的男人 即使离婚了也能分不少财产 总比找个窝囊男人 过一辈穷日子强 不过潜力骨可不好找 这需要眼力和运气 舅妈就只想简现成 直接让袁娜找个有钱的 童磊这才知道 舅妈的婚恋观世 因为受了父母的影响 童妈苦笑 她只看见了我的光鲜 没体会过我的苦 你记住 投资自己远比攀附别人更重要 袁娜从上高中起 就开始谈恋爱 换男朋友比换袜子都勤 大专毕业后 工作三天打鱼两天善网 凭着好看的脸蛋和绰约的身姿 在男人堆里运筹帷幄 包包首饰衣服 有的是人买单 她自己也说了 不趁着大好的青春换点实惠 都摆下了老天爷给她的那张脸 当然 她肯定不满足于这些小恩小惠 她的目标是找个长期稳定的饭票 靠姿色躺赢 但饭票并不好找 不是外貌就是钱包 总有一向差强人意 一直到现在 童磊的孩子都好几岁了 袁娜终于委去求全 找了个离异带孩子的富二代 听说这户人家富家一方 身家不飞 按理说人各有志 所有人都有权利按照 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犯不着捧高财低 可舅妈偏偏喜欢 拿自己女儿的成功 来碾压童磊 这让本来就一难平的童磊 更加恼火 反倒是童妈 自始至终表现得云淡风轻 一副月尽沧桑后的人间清醒 两年后 童妈给童磊打电话 说袁娜离婚了 在老家混不下去 想去投奔童磊 让童磊帮她找个工作 童磊本来想拒绝 但童妈接下来的爆料 把她拒绝的话 生生卡在了喉咙里 袁娜自杀了 童妈说 幸亏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舅妈哭得眼都肿了 让童妈求童磊 带她换个新环境生活 童磊这才知道 袁娜的富二代丈夫找老婆 就是为了生儿子继承家业 可袁娜结婚一年多肚子 还没鼓起来 去医院一检查 原来是因为子宫壁太薄 受精冷不容易灼成 于是 袁娜婚前留过几次产 辗转在男人堆的烂室 再也兜不住 被富家扫地出门 到这个时候 袁娜母女才傻了眼 富二代家是有钱 可这都是人家的婚前财产 跟袁娜根本不沾边 袁娜能带走的就是那些过了时的大 排服装和包包 连结婚时的首饰都被婆家扣下了 袁娜婚前的风流逝和不能生育的毛病 也被富家传得满城飞 幻念就灰得远纳 觉得生活无望 哥们自杀了 同类一阵唏嘘 如果是别人 她肯定会喷一句自作孽 不可活 自作自受 可这毕竟是她表妹 她妈的亲侄女 落得如此下场 她也有些心疼 她问她妈 她婆家那么有钱 再不济 还有婚前那一大笔彩礼呢 袁娜那么爱钱 也不至于想不开呀 爱童妈叹口气 别提了 当时你舅妈为了点起脚尖高攀 吓得不敢要彩礼 让人随便给 男家说车子房子什么都不缺 也不要赔假 象征性的意思意思就行了 只给了她家五万元彩礼 没办法 同类答应同妈 但袁娜身体好些了 让她过来这边 同类帮她找个工作先干着 同类想到自己的现状 不仅一阵心酸 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泻而下 妈 我也想离婚了 同类最近的日子 过得兵荒马乱 她的骄傲 她的自尊都被孙浩的出轨 碾压得寸草不生 这几年她忙着追求事业 却完全没料到 后院早就起了火 还在她读研期间 孙浩就跟家里的小保姆 搞在了一起 即使孩子上了幼儿园 小保姆离开了她家 也没影响她俩继续滚床单 等同类知道时 他们的孩子都生出来了 一口气跟同妈到完心中的委屈 同类顿觉痛快不少 同妈沉吟片刻 只说了一句话 离婚吧 以你现在的实力和气场 没必要委屈和恶心自己 同类已掌握出轨证据想要挟 要告孙浩重婚罪 逼她少分财产 果断跟她离了婚 将她逐出了家门 一个月后 云娜带着行李出现在同类面前 她跟同类表示 经过这次婚变 她认识到自己以前是有多浅薄 才会把未来寄托到男人身上 这以后 她一定要向同类学习 努力投资经营自己 可是 奋斗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对于享受型人格的缘纳来说 努力工作仅仅是直上谈兵 累死累活一个月正的 那点工资还不够她买一件衣服 同类求爷爷告奶奶给她找的工作 她不是贤苦贤累 就是贤工资低 每次都干不长 不久 她就重操就业 又靠谈恋爱来养活自己了 袁娜长得漂亮又会打扮 虽然离异但没孩子拖累 在二婚市场还是很抢手 不久她就又找了个长期饭票 一个有点资产的离异男 比她大了十多岁 同类不胜唏嘘 年少时就形成了人生观 决定了袁娜的人生规计 她暗自祈祷 如果袁娜能平安顺遂度过这一生 这也算是一种圆满 可人生处处充满变数 如果自己身无常物 靠攀附别人永远无法 圆满地度过这一生 一年后 同类无意中得知 袁娜的新老公在外边花花式不断 一直跟不同的女人聊骚 而令同类打跌眼镜的是 袁娜对这一切争执眼闭之眼 说只要不当着她的面糊搞 她都可以装作不知道 同类气不过 要袁娜跟她离婚 袁娜苦笑着摇摇头 姐 别傻了 我不像你有本事赚钱 我凭什么跟她离 凭我年纪大 凭我不能生 我知道 当初她看上我 就是图我不能生 能对她儿子好 我不离 我还能有房子住有钱花 有老公有儿子 要是离了婚 我什么都没有 不得不说 经历了这么多 袁娜确实变通透了 可她的大好年华都用来了 贪图享乐和挑选男人 但明白过来后 一切都已太迟 她不得不对屈服于 自己选择的人生 被命运裹挟着 量墙前行 与袁娜相反的是 同类又升职了 并且提前还完了贷款 准备计划着再换一辆车 还有她跟公司里一位 离异的高管看对了眼 实现了强强联合 至于能不能白头偕老 一切随心 同类不抢求 此时 爱情就是锦上添花 有了更好 没有 她也能活得很好 她坚信 她就是那一颗参天无童 不愁引不来金凤凰 也就是在这时候 童妈才告诉她 当年 童爸也是出轨了 她才提的离婚 这件事 她怕影响童磊 谁都没说 只说是性格不合 离婚后她才傻了眼 过惯好日子的她根本 不适应没钱的苦日子 为了给童磊一个好的未来 她咬牙辞了职 一步步艰苦走来 总算没有辜负了自己 所以从小她就教育童磊 自立自强 不攀附不依赖 活成女人最美的模样 童妈说 干得好有时候 确实不如嫁得好 但这个世界瞬息万变 嫁得好很有可能只是一时 而干得好却是伴随 我们一生的财富 干得好也不一定就能嫁得好 但最起码为嫁得好 增加了筹码和资本 能让我们在选择对象时 更有勇气和底气 干得好也绝不是为了嫁得好 而是为了有一天 当遭遇背叛和变故时 我们能够有转身而去的勇气 和活得更好的资本 同类深以为然 她觉得 命运赠送给她的礼物 终于配上了她曾经 付诸的努力和受过的苦难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